《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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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23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鍾家衛 首先是新聞提要 北京告金 胡錫進指包被封在家 中美房長會談 美國不動聲息佈局 印尼與所羅門群島接連強振 台灣國家救援隊整備 馬斯克全球首富地位可能不保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11月19日 網絡出現傳言 說北京一個疾控中心的主任說 北京當日新增破千 處於實控邊緣 21日北京市當局宣布 因連續出現輸入病例 在22日起 對所有進京返京人員 實行落地三天三檢 每日雖完成一次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未出前 居家不外出 以前曾經透露自己住在北京朝陽區的 中共環球時報前總編 現特約評論員胡錫進 當日發微博自認 他也被封在家中 他所住的大廈也有陽性個案 胡錫進主動爆料 是昨晚開始封的 現在說的是封五日 希望不會五日加五日 他還在文中自我解嘲 用表情符號干笑了一下 然後說他足不出戶 核酸等上門 還不忘奉承兩句 現在和以前的變化 是不用轉運改居家了 20條之後鞏固了這種做法 很好 北小網友不失時機 被蛙虎他說 不想看到人們受難 但對老虎我特別想說 先節五日 少了點吧 求人得人 不急啊 在家也能夠丟盤 還有人說 期待老虎入了方艙 直播給我們 但有報導稱 胡錫進洩露了官方不少秘密 就是必須讓過去集中隔離的大部分人 改為居家隔離 這種變化的最大動力 是因為集中隔離的資源不夠了 胡錫進說 北京市在21日公佈的最新數據是 新增接近上千例 當中266宗是社會面篩查人員 按過去的做法 新增一個 被集中隔離者最少也有上百人 266宗新增 應該導致3萬人左右被隔離 甚至更多 這個數字今後幾天還可能更多 他說 北京市哪裡有這麼多集中隔離的資源呢? 自媒體人士秦鵬評論說 原來如此 之前 官方逼出的20條理由 是防止一刀切 民間和資本僑守以待 是官方正在靜靜地轉向 準備逐步放開 但是 胡錫進披露了官方重大機密是 感染的人實在太多了 隔離設施不夠用了 所以才被你們居家隔離 並沒有打算放開 近日 廣州正就夜不停 加班加點地 搶建放瘡醫院規劃24萬個床位 北京目前宣布面臨疫情以來 最複雜嚴峻的防空形勢 並發布消息 北京加大全市統籌實行驅置遺戰 在20日 清華大學學生處發出通知 學生的核酸檢測 調整為一天一檢 嚴格執行非必要不出校等 而11月20日深夜 習近平回家的當日晚上 中國官方公布優化防疫20條之後 一度全面關閉免費核酸檢測站 而被批評為躺平的河北省石家莊市 發出通告 只由於21日至25日有6區要執行全員核酸檢測 據民非必要不外出 秦鵬問道 是疫情發生了突變 還是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呢 據視頻人士周曉輝分析 香港特首李家超 參加APEC峰會後確診 習近平是密切接觸者 在習近平一行返回北京後兩天 外交部宣布 古巴共產黨第一書記貝莫德斯 將於11月24日至26日到訪 對外傳遞的信息是 作為密切接觸者的習近平 可以不遵守中共的防疫規定 按照中共政治局最新防疫20條措施 習近平一行居家不足5天 就會見古共書記 明顯是否定自己認可的規定 相較於對從國外疫區回來的 習近平一行的任性 但剛剛管控鬆動幾天的 大陸各地風控 卻有些瘋狂 例如北京、廣州、石家莊等等 近日新疆石河子 有位社區書記口出狂言地說 你們信不信 我要你陰你就陰 要你陽你就陽 也是來自新疆的一位大媽 崩潰怒哭 天要修人還是人要修人 現在是人要修人 這些人在恐嚇中要我們條命 寧夏銀村的一名男子 而外出買藥被指違反防疫規定 造執法者跪壓在地上 網友憤怒地說 那是徹徹底底的人 從隱瞞疫情開始到現在都是 中共地方政府以及御用專家已經發聲 病毒雖然傳播升強 但病毒災量 致死率已經非常低 對人類損害也正在逐漸降低 周曉輝說 只能說 北京以及地方政府的新一波嚴防操作 依舊是政治的需要 或者是高層政策有變 或者是基於某種不能言說的目的 風控百姓 如今越來越多清醒的老百姓 無疑通過習近平國內外 不戴口罩會誤外國領導人的操作 通過卡塔爾世界杯開莫而聲 8萬人不戴口罩的事實 再一次明白了病毒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中共這個剝奪老百姓自由的病毒 1月22日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和中共防長魏鳳和 在簡報寨正式會晤 台海局勢是美中防長會談的議題之一 魏鳳和首先介紹中共二十大有關情況 習近平如何在G20 和拜登達成重要共識 這番說話之後 就撕開面紗 說台灣問題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並將它劃成中美關係 第一條不可與月的紅線 說共軍堅決維護祖國統一等等 魏鳳和還一邊指責 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局面 責任在美方不在中方 一邊要求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 將兩國元首共識真正落到實處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軌道 而奧斯丁方面則敦促中方 避免對台灣採取破壞穩定的行動 並對中共軍機 在印太越來越危險的行為 表示擔憂 五角大樓在雙方會午後發表聲明說 奧斯丁部長和毅鳳和部長 討論了美中防務關係 以及地區和全球安全問題 奧斯丁部長強調負責任管理競爭 和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的必要性 奧斯丁還討論了就降低戰略風險 改進危機溝通 和加強營運安全進行實質性對話的重要性 他對中共軍機在印太地區 越來越危險的行為表示擔憂 並表明 美國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 航行和行動 另據報導 儘管白宮對外表示 不認為中共攻台迫在未知 但美國政府似乎正在不動聲色地 為台海開戰佈局 11月21日 副總統哈里斯和奧斯丁就分頭訪問了 菲律賓和印尼 這兩個國家都對應對台海危機 具有戰略意義 奧斯丁和魏鳳和上一次會晤 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 當時雙方在台灣問題上激烈交鋒 拜登曾經一再表示 如果台灣受到中共攻擊 美國將保衛台灣 這樣令中共相當怒火 有分析認為 這次拜集會之後 拜登表示 不認為中共很快會攻打台灣 並不代表美國放鬆了 對台海爆發戰爭的警惕 美國無法對中共侵台威脅 掉以輕心 11月21日和22日兩日 世界範圍內相繼發生兩次大地震 印尼西爪瓦省強震造成多人死傷 所羅門群島導致發布海嘯警報 不久前還傳出有中共公安穿著制服 大搖大擺地 出現在太平洋島國 所羅門群島的首都 霍尼阿拉 Honeyara 當地時間22日下午1點03分 所羅門群島發生規模7.3級地震 據美國地質調查所監測 地震鎮央位於馬蘭哥西南方 距離首都西南方61公里處海域 震源深度僅為13.6公里 地質調查所已經發布海嘯警報 隨後將地震規模下調至7.0 人在所羅門群島首都的發生社記者說 地震持續了約20秒 當地人說 這次地震很大 雖然大家似乎沒事 但都很驚慌 首都霍尼阿拉有部分地區停電 民眾都跑出辦公室 逃到較高的地面 而在21日發生的印尼地震 雖然強度不及所羅門群島 是5.6級 但由於發生在人口糟密的主島 爪蛙島 而且是淺層強震 震源深度僅10公里 因此已經導致162人死亡 遇300人受傷 而且離難者多數是孩童 地震在大瓦加達地區引起恐慌 居民紛紛逃出受損房屋 震央展玉市周圍 還發生了幾次山體滑坡 國家減災處說 幾十座建築物被損壞 其中包括一所伊斯蘭寄宿學校 一間醫院和其他公共設施 當地紀錄了88次魚鎮 而氣象機構警告 如果下大雨 會有更多山體滑坡 曾經是所羅門邦交國的台灣 他的消防署表示 處內特種守救隊 和輪植院士台北市特守隊 已經整備救災 對兩地隨時啟動 國際人道救援任務 消防署22日表示 雖然印尼和所羅門鎮災詳情 仍在查實中 但已經預先立即進行應變動作 第一時間通報 本月國際人道救援任務 第一梯次臨植院士 台北市消防局整備救災 同時 易責城消防署特種守救隊員 進行人道救援任務整備 並聯繫財團法人 鎮災基金會 啟動專案包機救援機制整備 隨時可因應國際間 各項災難應變速度 展現台灣救災軟實力 消防署說 一旦接獲外交部通知 要前往救援 將立即搭乘專機遲緩 盡力搶救受困災民 全球首富馬斯克入主推達後 大規模財源風波還未平息 現在又爆發離職潮 馬斯克決定 將各個辦公室關閉至11月21日 馬斯克今年來 財富蒸發規模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 主要是因特斯拉股價不斷崩跌 至兩年來最低水平 根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 馬斯克目前依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財富正值達1,698億美元 儘管星期一財富又萎縮86億美元 今年來 馬斯克財富正值減少1,005億美元 損失規模 在這項財富指數上 所有富豪最多 它的財富正值在大約一年前 攀到3,400億美元的高峰 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 目前排在第二名的是 全球精品龍頭 LVMH集團老闆 阿諾德 Bernard Arnault 財富正值1,565億美元 和馬斯克的差距僅為133億美元 特斯拉是馬斯克財富中的最主要組成 而該車廠正努力應付第二大市場 中國實施的封控措施 特斯拉股價在21日收市 下跌6.8%至每股167.87美元 在2020年11月來最低 而今年來 股價累計重挫52% 跌幅遠高於以科技股為主的 納斯達克100指數的25%跌幅 51歲的馬斯克 近月亦將注意力放在推特 投資者一直質疑 這位億萬富豪 是否令自己在多家知名公司中 分身罰述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